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爸爸好,我是妈妈 可能出来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在身边陪你 因为妈妈可能也在插馆的状况 然后爸爸在外面隔离 愿是山边负大地 世界充满着爱和关怀 在外面隔离 台湾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再次来到我们的 近思爱关怀的直播 首先感恩大家的支持跟陪伴 其实每一次要直播都会想到 线上这么多的朋友们 一起在跟着我们 在这个艰难的防疫的状况当中 一起往前走 很感恩 但是最近啊 就是一直看到这些讯息 就是疫情的严重性 那每个人都只能在家中 那到底在家中 我们能做什么呢 就像我 我也只能够停留在金色里面 你看像我的头发 头发已经这么久没有剪了 下个礼拜再来 可能就更长了 那宅在家中 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所以今天啊 特别邀请到的 是我们的阿板师姐 我们来看看啊 阿板 他在家里面的时候 又做什么 欢迎阿板 学长好 还有线上的朋友大家好 阿板 所以 除了上班 除了来金色之外 那你在家中都在忙什么 画画吗 对不对 没有 没有一天24小时在画画 怎么可能 我看你画那么多 一天24小时都在画画 我其实很认真的在生活 然后最近 你知道画画不只是 随手就是纸笔拿来就画 是有很多前置 你不是都是神来一笔 就是啊 假装起来 我就说我要画这个东西 不是这样子吗 我每次都想很久 所以为了下一次画更快 我现在就开始在做很多前置准备 所以最近在看书 看书 对 哦 宅在家中 看书也蛮重要 那你看什么书 除了词记的书是一定会啦 但最近在看一些外面的书 外面的书 我们可以看外面的书 我觉得其实 其实就像少人说的 少人的法就是从他内心去 分享给大家知道 所以我想其实书也都是每个 很多人作者认真写的嘛 了解 透过他们的心去用不一样的角度看世界 我觉得很棒 那我最近很推荐这本书 是一位导演写的 导演会写书啊 对 鲁建章导演 那他这本书叫 感动才有影响力 我刚读了这个我都很感动了 因为阿板你很有影响力 感恩学长 但这个导演真的写得很好 那我也是因为想说怎么样让自己的画能够感动人 所以就被这个标题吸引 那他里面有一句话我非常的喜欢 他就说 虚拟的越丰富真实的越珍贵 这是什么意思啊 因为这个导演他其实在讲说他拍 透过拍片 所以有很多东西他必须透过特效 特效 虚拟的特效 对 那他就会觉得说当这些东西越来越精彩的时候 其实你会觉得他要回到那个真实的那种日常 然后很踏实的那种感觉 其实是更珍贵的 我知道了 就像我们现在啊 好多好多的线上课程 对 包括连祈祷都线上了 可是你就会想到啊 想到当时我们能够在同个地方一起祈祷 还是不错的 就真实的越珍贵了 对 所以我也觉得说能够虚拟也是来自真实 所以回到日常的感动 这一页这么多字 他这一页很多字 但我觉得他他就是在讲这本书 他想表达的感动 其实是说当你有感觉的时候 那个感动是你会想要去做一点事 那哪怕只是你把一个好的故事再传递下去 那或者是说你开始要对家人好一点 然后想要对世界好一点点 他说那个就是感动 真的 如果我们能够再对家人多一点关心 对这个世界多一点付出 就像上人跟我们讲的 就是今天这一餐我们来吃素 或者是我们多一个祈祷的那一个念头 对 都是感动 对 所以我就觉得 透过这本书 其实有很多也跟上人说的 对啊 很契合 是 他让我更加珍惜就是 在日常生活当中 包含能够这样坐在这里 互相的互动 我都觉得那很珍贵 对 很珍惜 那 我也因此就是觉得 更要认真生活在 在关照自己每一个 真实的那一面 每一件事情上 所以宅在家中 读书也是一种资量的一个储备 那除了资量储备 你总是也会看一下别人画什么嘛 对不对 所以我其实除了看这个 这种书之外 我还看漫画书 漫画 我们我们能看漫画吗 可以可以 小时候我们在 学校的时候都是不能看漫画的 没有 我的小时候好像也是这样 我们的小时候 应该是差蛮多年的 不过我觉得小时候都是这样 都是一样 但我觉得是因为大人担心 有太多种类的漫画 对啊 那你都是看哪一种 我觉得其实可以挑一些 比较正向 有正向的漫画 像我很喜欢航海王 虽然它里面有很多打斗的 但它的那种 面对很多事情的态度 很正向 很热血 励志型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叫 职人的漫画 职人 就是不能歪啊 这个上人跟我们讲 不能歪 不是那个职 不能是哪个职 职业的职 哦职人漫画 职人漫画 就是我觉得它是在教你说 有一些职业 它是怎么样子的一个过程 或者是它透过比较轻松的方式 一种记录 去看到说这个职业在做什么 所以我最近非常喜欢看这 就是它是得到2020年的漫画大赏 第一名 那叫蓝色时期 哇阿板你看得懂日文啊 其实我以前看得比较懂 现在比较少 但它其实有中文翻译 所以不用担心 我想说你怎么那么厉害 连日文都会 对 所以它其实是在讲这个主角啊 他从就是不知道要 未来要做什么 但他看到一个作品 他很感动 所以他从零开始去 从素描开始学习 要画油画的这个过程 那当然他不可能说 因为很感动 好像故事就结束 是他很细密的去描述了 这个创作的过程 其实你看 很多年轻的孩子们 也是一样 他也是从 不知道自己为了要做什么 但是他看到了一个举动 例如说可能看到了一个慈善的举动 看到了一个爱心的一个发挥 他也觉得 我未来也想要做这件事情 这也是这样的感觉 所以我其实就觉得 他给我的一个方向 因为我画画嘛 那他里面的老师 教给这个学生的一句话 我觉得很受用 他就告诉他说 美术啊 是对自己越诚实的人越厉害 因为画画不是透过言语去表达 所以我就觉得 他就很像是在告诉我说 我每一次画画画的时候 就是要很真诚的心 对啊 所以阿板 你这么厉害 是表示你很诚实 其实我觉得我对自己很诚实 但我觉得我的技术 还有待磨练 所以它是分两种 一种是实际的技术 一个是心意上的 对自己真诚的 其实在这件事情上 我就想到有一次 我去讨吃饭的时候 去找慈师傅 慈师傅 那时候师傅在画画 我就很有幸看到 师傅在画图的那个过程 是 可是我很意外 是因为慈师傅说 他自己不太会画 他说他不太会画 我就听到觉得 怎么可能 不然那些都是谁画的 其实还是师傅 但师傅是很真诚 很认真的在画每一笔 然后他为的是 他觉得要把过去的历史留下来 那我也在师傅身上 回头去印证到说 果然就是很真诚 那个作品会感受到 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是 有一次上人要我试着画 看佛像的线条 是 所以为了取材 我就去陶艺房 也要陶师傅找师傅 你有画出来 我们没有看到阿板画的佛像 那但是我想分享的是 我就一直觉得我画不好 那为什么师傅雕刻的佛像 这么的庄严 所以我去看了好久 你知道各种角度都看 然后师傅也很大方的借我拍照 后来回来 我跟一位师傅在聊的时候 他就告诉我说 就是修行者的那种气度 就是他就自然而然 就是当然也是师傅他很认真的去做 所以就感受到那种佛像的庄严 就这样子展露出来 所以阿板跟我们分享 光是画画这件事情 对 他不是早上请过来就有 他是要去做一些准备的 要去读很多的书 资量 而且不是只有那个技术 心灵上的 甚至有这个修行的这份心态跟心境 我觉得他就会在作品上看到不一样的答案 所以其实刚刚说的那本漫画也这样讲 他说作品是作者给出的答案 所以很多时候在分享 透过画图分享的时候 也会觉得是要很谨慎 很细腻的去想说 我在生活的那个体会要怎么转化 那这个真实 我相信 虽然我的技术还没有那么好的时候 看的人会感受得到那种 我想要传递的那份温暖 哇 所以除了读书 然后看漫画 励志的漫画 然后呢 为自己找这样资料之外 你在家中你还做哪些事情 其实刚刚说的这么多 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是 我最近要重新启动的叫做写日记 因为刚刚说的看了这么多嘛 也觉得这些很感动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记录 那所以我现在每一天睡前 也会再多给自己一点时间 把自己的每一天就是写下来 那其实会再重启也是看书 就是书上说就是每一天 你透过写日记这件事情 不论早上或晚上 就是它都会帮你整理 所以我自己在书写的过程 我也会觉得有一些烦恼 好像写着写着 我就突然联想到答案 那或者是说 找到很多很好的方法 再回头去面对 所以阿板你是 你是用打字的还是用书写的 其实我两种都试过 很忙碌的时候 非常适合用打字的方式记录 我们都比较适合打字 对因为它很快速 大概三分钟你可以打完很多 那书写是 我觉得是比较有 我自己觉得很有手写的温度 另外一方面也是练习写字 那我觉得都很推荐 因为网路上也有 很多不同写日记的格式啊方式 但是我觉得就是 去做这件事情很重要 会帮助自己 有什么方法 因为常常这种很好的事情 都是算很小的事情 但是我们都很想做 但是总是会没办法持久 没办法持之以恒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 你怎么做 其实我觉得是越小越好 就是今天做这件事情 就是第一个当然是你开始做 所以我有时候也是 可能只写几句话 甚至我用条列的 但就是小但不要断 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方式啊 它也有一本书叫微决心 就是你不用把那个决心放很大 而是先去做 然后让这件事情像细水长流那样 所以我也是从条列啊 就是说今天一发生什么事 然后谁对我很好 或者上人讲了哪一句话 等等 就是条列的 那可能就开始写说 我今天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我觉得怎么样 就是再延伸一些更多的心得 所以我觉得是慢慢的建立起来 那当然也是趁这段时间 想要把这样子的一个习惯 就是有这样的时间啊 好好的去检视自己 然后把一些东西慢慢的累积起来 这样子 所以线上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可以开始 就在我们的日记上面写下 看到了静思爱关怀的这一段 从读书看漫画写日记 他无不都是能够帮我们 把我们心中的一些想法 烦恼梳理清楚 在这个时刻在家中 没办法外出 没办法太多的互动 但是要记得对自己心灵上的互动 才能够把自己心中的那幅画 真实的表达出来 也是感动的 对 非常感恩今天阿板 来为我们做这样的分享 也期待在线上 观看这样的一个直播 或者是重播的朋友们 希望我们心中 在这么好像感觉多出来的时间 好像感觉端午节 又不能到什么地方的时候 或许拿起这本书 拿起这支笔 把心中的话写下来 我们能够找到一个更快乐 更欢喜 更甘愿生活的方式 感恩阿板 也感恩各位现场的朋友们 感恩大家 感恩 神心祈求天下无在 人皆平安远离孤难 愿是善念福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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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充满着爱和管管 愿是善念福大地 愿是善念福大地 世界充满着爱和管管 和关怀 世界充满着爱 和关怀 世界充满着爱